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脆香龙眼 草木都垂下来了 现在还是很大个了 现在的话有14克了 还不能摘 它这个也可以摘了 再过三五天就可以了 它最大的话有18克 一般的话14到16克之间就很大 比我们储粮还大 这个是有酒味的 现在是台风嘛 我们过来看一下 掉了两串在地上 蛮可惜的了 你看掉了那些果 哇很大个 真的是 比我们储粮那些都大得多 真的是 你看掉了这些果 哇 太可惜了 这台风一来 你看吹 吹断了我这个汁碎 这都捡回去了 还有那边也是 这边的也是 这一串 你看 所以它很这个果碎还是蛮好的 没有很黄壳 一串串的垂下来 这个是脆小 有九味龙眼 大家看一下 目前咱们继续再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这边六十几个品种 台风一过去赶紧又去 全部看清楚 损失到底有多大 目前看的话 这些果串的话 基本每棵树如果有果的都会掉个五斤三五斤左右 因为这些树的话 今年挂果 来花容易 但是挂果的时候一到花期 所以挂果也不是特别多 今天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 这个龙眼很不错的 它这个 它这个 这个口感 有点酒味的 很多人可能喜欢喝酒的可能都可以 大家看一下 也比较轻轻涕都很大个的 我个人感觉还可以的 它又是很软弱的那种 带点酒味的那种味道 还是蛮不错的 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就是这样了 咱们一个个品种去干 这个呢就是脆香了 还是蛮不错的 感谢观看